规律、缓慢且渐进式的增加范围 指孩子的最大活动范围 但不可超过正常的关节活动范围 柔软度不足的曼菲天使 最大活动范围是指骨骼肌肉系统 限制下可活动的最大范围 柔软度过度的曼菲天使 最大活动范围是指一般儿童的正常活动最大范围 停留在最大活动范围时 孩子应觉得有一点紧紧酸酸的 但不会引起疼痛 每次的伸展停留在动作终点的范围 每次的终点距离会随着孩子的柔软度进步 起初可先停留2到3秒钟 最终目的则以每次停留15至30秒为目标 每天至少一回 每个伸展动作可以重复5至7次 一天最好两回以上 一天不做孩子就会退步哦 来 老师帮你把手手举高高哦 好 放松松 好 回来咯 好 放轻松 好 放轻松 好 回来咯 好 回来咯 好 回来咯 若对于肩关节及肩胛骨的活动状况不清楚 可向专业治疗师询问 好 那我们像小天使一样把翅膀张开哦 好 好 放松松哦 好 我们数到5 1 2 3 4 5 好 慢慢地回来 这个动作的好处是促进肩关节活动度 及上肢柔软度 过程中老师放在曼菲天使肩胛骨上的手 应感觉到曼菲天使的肩胛骨有向外向上的旋转 此项动作需特别注意肩关节及肩胛骨的活动状况 好 若有疑问 请向专业治疗师询问 好 手手慢慢放下来 好 手手放松哦 老师帮你把手打开 这个动作可以促进手部柔软度 要特别注意的是 不可以超过正常伸展角度 避免过度拉扯手和腕关节造成伤害 来 速速 1 2 3 4 5 好 开始哦 1 2 3 你没有数 4 4 4 再来来 5 5 5 好 换你把老师拉过去好不好 OK 换你 6 6 5 5 6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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7 6 6 6 7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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8 8 8 9 9 9 10 好 好 脚臂股放松 好 脚臂股放松 老师帮你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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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从这里哦 好 1 2 3 好 慢慢地回来 这个动作的好处是促进躯干旋转活动度及柔软度 1 2 3 好 慢慢地回来 过程中 注意两侧的肩膀需平贴于支撑面 如果曼菲天使有髋关节或疼痛的问题 在医师或专业人员确定安全无余的状况下 可该使用以下方式 老师的双手轻握住曼菲天使的骨盆下方 以增加髋关节稳定度及降低疼痛的机会 再协助曼菲天使缓和地抬高骨盆 并旋转至左右侧 好 脚脚放轻松 老师帮你把脚抬高高 来 我们数到4 这个动作的好处是促进下肢活动度及柔软度 过程中 膝盖保持伸直 另一侧大腿需平贴地垫 抬到曼菲天使可活动的最大角度 稍作停留数秒 此时 曼菲天使的下肢好侧肌群 会感觉紧紧酸酸 但不应有疼痛感 这个动作的好处是促进下肢活动度 一 二 三 好 慢慢地回来 先将曼菲天使的脚底板摆正 并且脚尖朝上 避免由往外或往内旋转 老师轻轻地扣住曼菲天使的脚跟 缓和地做出翘脚板的动作 同侧膝盖保持伸直 曼菲天使的小腿和脚底板会感觉紧紧酸酸 过程中不应有疼痛感 一 二 三 好 慢慢地回来 好 老师要帮你把脚打开开哦 好 脚下放轻松 OK 好 我们去到四哦 一 二 三 四 好 慢慢地回来 这个动作的好处是促进下肢活动度 老师协助曼菲天使沿着支撑面打开双脚 双侧膝盖保持伸直 直到曼菲天使可活动的最大角度 稍作停留数秒 此时曼菲天使的大腿内侧肌群会感觉紧紧酸酸 过程中不应有疼痛感 一 二 三 四 慢慢地回来